长得丑 活得久 长得帅 人爱 大家好 我是人家人爱 欢迎欢迎的 主要的帅 小帅们 这个动作解锁卡你们领到了吗 有几个小时让我推荐一下 这个解锁卡到底要解锁哪一个动作好一些呢 那既如此 本期视频是来推荐几个动作吧 给你们参考一下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说明 这个解锁卡只能解锁第八赛季 或者之前记忆珍宝中的个性动作 所以如果你想解锁一些绝版动作 那是不现实的呀 比如原地的踢球动作 我就没有看到解锁的入口 有点遗憾 那该解锁哪一个呢 我觉得杰克的这个心理动作就超级绅士啊 超级麦啊 我已经拥有了呀 我也不知道如何获得的呀 要是能解锁的话 那我建议你解锁这一个 非常的划算 对不对 如果不行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自己最长样的角色 看看有没有非常好看的动作呢 我先来推荐三个吧 第一个是 用逼的这个托马斯旋转动作 看起来就超级炫贵 我比较喜欢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很帅气啊 感觉可以用来撩妹哦 在关键时候也可以用来求佛哦 不过如果你不怎么玩用逼啊 那就算了吧 第二个是空拘的这个动作 嗯 就是躺地上这个动作啊 看起来挺好看的呀 我觉得可以对换一下 不会贵的呀 我们都看几次吧 第三个的话 就是监管的威胁动作了呀 看你喜欢哪一个监管吧 然后呢 就去看看他的个性动作 有没有好看的哟 你们看下这个束闪的 看起来还挺帅的 对不对 当然 如果你目前还没有想换的动作 那么就留着吧 反正官方也没有说过去时间啊 过个一两年之后 这个结束卡就会变成绝版道具了呀 以后搞不好 还会出现一些新动作哟 你们说对不对 嘿嘿 好了 那本期的视频啊 这次留 不知道你们会去 解锁哪个动作呢 可以在视频下面 告诉上手哟 爱你们呀 嘿嘿